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天 礼服难得休息就跑去好友家里吃酒 席间众人聊得很尽情 突然愿门外有人敲门 好友起身去开门 门外赫然站立一个书生模样的中年男子 两人相见很是高兴 好友将书生请进门 然后对礼服解释道 这位是我的远房亲戚 他是济南历城人士 中年男子温文尔雅谈吐不凡 三人寒暄一二后 礼服便知道先生叫做谢剑 自此境 暂居在村东拓的草堂里 谢剑身穿一件麻衣挂子 不像个书生道似农夫 皮肤有黑发亮 但两个眼神炯炯有神 他与人说话的时候 喜欢盯着人的眼睛看 几杯黄汤下肚 三人少了初见的见气 互相熟络起来 谢剑眯着眼睛打亮礼服 虽然两个人初见 但是他却能感觉到 礼服是一个很沉稳的人 三人当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好友在侃侃而谈 礼服确实一言不发 说到这里 就连好友也觉得有些口干舌燥 他翻来覆去都是说些成年老调索然无味 好友转头对礼服说 李大哥别当个闷古路 过去就说你讲故事最厉害 近几年不知为何你突然沉默寡言倒像是换了一个人样 这到底是为何 我就是一个车把是能有啥见识 我嘴笨也不知道说什么 倒不如听听谢先生说一些曾广贤文中的趣事呢 礼服摆了摆手说道 好友见礼服不肯多言有些生气 他别过头说道 每次让你说一说途中的故事 你便找借口搪塞 莫非不将我当朋友存心提防我呢 歇见见席上两人闹得不愉快 就想出演原场 没曾想礼服一口饮尽悲中酒 他叹息一声说道 世人都爱听故事 却不知道我们本就置身于故事中 此刻的礼服眼中露出深邃的目光 让人为之一惊 礼服说当车把是有十年了 在旅途中见过许多形形色色的人 也倒听徒说过许多人的故事 因为遭遇一件事 让他再也不敢乱说话了 好友和谢见有些不解 虽问发生何事 礼服望着窗外像是追忆过去 他沉溺一会儿 愁愁半想 终于将那件埋藏心底的事情娓娓到来 这一件事彻底改变礼服的一生 多年以前 礼服刚刚出师 就能够独自赶车去拉货 所以 赚得的报酬很是丰厚 渐渐沾染一些江湖恶习 就是爱说大话的毛病 出门办事要对雇主阿谀奉承 礼服不仅赶车记忆好 又会哄人高兴 在旅途中使得雇主 不觉得枯燥无味 这让礼服越发口无遮拦起来 但凡他曾经见过的事情 都爱夸大其词与人炫耀 出厅使人觉得有趣 时间一长就都晓得礼服说的话不可全信 认为他是一个不守信用的人 比如雇主让礼服服小就要来拉货 礼服晓得自己贪税起不来 但是顾及颜面举搭应下来 可是到了隔天却因为贪税 使得耽误时辰让雇主损失 有一次 礼服帮一个姓张的老板去省城拉不了 中途休息的时候 遇到一个姓钱的老板 礼服为了和钱老板攀上关系 就自吹自擂起来 钱老板突然问礼服拉的是谁家的布料 礼服毫不保留地说出来 并将接货地址 此货价格都通通告诉了钱老板 几个月之后 正是因为礼服的几句话 害得雇主张老板关门大吉 原来张钱两家都是不商 彼此是竞争关系 钱老板从礼服处获悉 张老板的进货渠道 以比其更高的价格买步 为此张老板失去货源 就被钱老板打压 长此以往张老板只能关门大吉 事后 钱老板再一次喝醉酒将如何获取 张老板进货渠道的事 不小心说了出去 于是 雇主们都不敢找礼服拉货了 都害怕成为第二个张老板 礼服在家里歇业好几个月 他不思悔改 总是自怨自爱 认为雇主不找他拉货是损失 日子一长 妻儿老小就要断吹了 往日找礼服拉货的都是大老板 为此他将马车保养得很好 就连马皮也是吃黄豆和鸡蛋 他从不接死活 免得伤着马 如今眼看都吃不饱饭了 他也就雇不了那么多 什么脏活累活都愿意接 这一天 礼服拉一个客人去登州 因为市集一路风尘仆仆赶去 终于在规定时间内到达 这让礼服松了一口气 客人给的报酬丰厚 他决定到附近庄子上买些特产回家 逛至晌午 杜富有些饿了 剑像子旁有一间客店 随麦腿进入寻了一个靠门的空位坐下 他看着墙上的菜名 点了两个便宜的招牌菜 这时候店门口突然走过去一个七八岁的孩童 孩童所穿衣裳是绸缎材质非富极贵 他的两个眼睛很有灵气 模样也是风姿甚美 礼服赞叹地说道 谁家女子竟然生出如此好看的小孩 恰逢店老板端着菜肴上桌 他文言说道 孩子姓安 他是对面巷子里张家的外甥 说起来这个孩子也是可怜 其中有一段密文 带我忙完店里的事情与客观讲 吃完饭 礼服觉得很困 就要了一间客房休息 这一路周车劳顿 使得礼服睡到客店打让 他下楼时看到店老板在关门 大堂内寥寥无几的客人 礼服向店老板要了一些小菜 须于菜上齐 已经是月亮高挂半空 闲来无事 礼服就问店老板安家孩子的密文 店老板从柜台下拿出一壶酒 走到礼服跟前 替礼服蓄满酒 又将身前的酒杯倒满 几杯黄酒下渡后打开画匣子 店老板家所在的庄子分为东庄和西庄 两庄相距六百余礼 客店在东庄 在西庄上住了一个叫做安燕仪的人 她是现学的学生 后来考上了秀才 安燕仪为人公正 好打包不平帮人排有解难 使得她在十里八乡很有威望 庄子里的百姓之间 倘若发生纠纷都会请她去调解 这样使得村民再也没有因为争执闹到公堂 安燕仪西下有一个儿子叫做安顺 做父母的都望子成龙 盼着将来能够光大门眉 所以安燕仪对儿子从小就很是严厉 客店对门的巷子里 住着一户姓张的人家 张家有女叫做张芳 年约十五岁 腹白貌美诗词 歌父样样精通 正好和安顺同岁 张老爷和安燕仪是同窗好友 因此两个人结为儿女庆家 安燕仪请来媒婆 替儿子去张家提亲 并且备下丰厚的聘礼 两家互交婚书这才里程 安顺年过十五岁就要下场烤秀菜 所以将婚妻定在三年之后 两家定亲的第二年 在十月的某一天 东庄请来西班子表演赛神 住在西庄的安顺 经过父亲的同意去看戏 此时 庄子上到处张灯结彩 安顺经过张家门前 骤然看见一个皮肤白皙的女子 扶门而立 原来该女子就是张芳 她刚在门口送别家人 正要转身进屋 安顺和张芳小时候见过几次 无恙依稀记得 于是 安顺蹬蹬快步上前 赶在张芳关门前叫住了她 张娘子 莫要关门 张芳文言愣了一下 她张眼望去门外站着一个少年郎 甚是眼熟 但是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你是何人 张芳秀眉微挑问道 安顺原以为张芳能够认出自己 谁曾想她却像房贼一样警惕 她只好自报身份 这让张芳很是惊愕 虽说两个人已经定亲 可是碍于李叔这般见面被人知道会说闲话 张芳支支吾吾地说道 安公子何时登门 家中长辈拒不在 张家大门虚眼 月光下映射在张芳的脸颊上 显得一样美丽 她忍不住心头一颤 说道 我是来关系的 这一路赶来有些口渴 能否进门淘完水喝 既然已经知道安顺是未婚夫 张芳心中多少有些悸动 此刻听闻安顺口渴 他竟然自责起来 于是赶紧打开门 将安顺请进屋子 张家书香门第 进屋后 有股淡淡墨香味 安顺坐在客厅上下打量 墙壁上悬挂许多字画和鳞贴 突然安顺眼睛一亮 在西侧角落看到一幅永眉图 只见上面有几行诗句 字迹娟秀 想必是女子所写 安顺是爱子之人 见画上字迹隐约有大家风范 忍不住赞叹起来 这一幕被端水进来的张芳看见 他看见自己索写字帖被安顺夸奖 脸上顿时喜上眉梢 让公子见笑了 墙上锁灵帖乃是妾身索写 只是雕虫小稷儿 张芳将茶杯递给安顺 安顺接茶展的时候 不小心触碰到张芳的手指 他如触电般快速将手缩回来 顿时满脸通红 正如人比桃花美 这让安顺心中激起千层涟漪 娘子 安顺大胆地牵起张芳的手 他满眼柔情地说道 我是你的夫 你依是我的妻 这一声娘子唤得张芳脑袋嗡嗡响 心头如小鹿乱撞 想到眼前 风神俊朗的少年郎 就是自己将来的未婚夫 张芳很是欢喜 自古没说之言 皆是父母之命 女子结婚前都不曾见过丈夫 那么丈夫秉性如何 容貌如何 女子皆是一无所知 像张芳这样 能见到丈夫者少之又少 更不提什么一见钟情 都是说书人口中的故事罢了 当然 张芳对于安顺当位婚夫 心中一百个满意的 此刻安顺的眼神炙热 他柔声问道 家中真的没人在家吗 嗯 他们接出去看戏了 张芳的双手被少年郎牵着 他的嗓音低落文盈 安顺文言眉头一挑 娘子可否写一张字帖给我 张芳低头不语 但是步子却向闺房卖去 两人一前一后进到屋子里 屋内装饰素雅 在一侧有一张书案 上面尚有未写完的临帖 但是 安顺却牵着张芳去了另一侧 旋即帷幕放下 房中高歌一曲 不知过了许久 安顺穿戴整齐走出里间 他有些口渴 见桌案上有杯茶 但是早已经凉透 此刻喉咙干渴 他顾不得许多将茶水一饮而尽 虚余 张芳也整理好从里间出来 两人彼此之间 含情默默不舍分离 忽然 安顺腹部传来剧痛 因为疼痛使得满身大汗 他趴在桌子上不能动弹 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 张芳站在一旁手足无措 见天色已晚 害怕去看戏的家人回来撞见安顺 虽然两个人有婚约在先 但是毕竟未过门 孤男寡女共处一事传出去名声不好听 于是 他灵机一动 将安顺搀扶到后院一间闲置的屋子 果然 他刚安置好安顺 家人就有说有笑地回来了 他只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回到闺房里 趁着黑夜 他几次往返后院查看安顺的病情 希望他可以好起来 到了后半夜 他在去看望安顺的时候 安顺已经不知再何时厌弃了 张芳吓得跌坐在地上 窗外已经大雪纷飞寒风刺骨 这倒是让张芳冷静下来 如今 安顺莫名其妙死在家中 他白口莫辩难逃干系 张芳毕竟才十五岁 这样想来已经六神无主 他现在只有一个念想 就是将安顺藏起来 突然寄起院中有一口烧炭的灰池 正好可以用来藏人 于是 他一边忍住悲痛 另一边将安顺拖到灰池里 外面下着大雪 痕迹很快就被大雪掩盖 灰池里有一堆木柴 张芳就把安顺藏到木柴后面 做完这一切已经快浮小了 张芳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 谁曾想第二天再去找安顺的时候 他连同柴火都已经不见了 张芳见此情形欲哭无泪 他只能继续假装若无其事 但是整天噩梦缠身 身体日渐消瘦 过了数月 张芳的肚子一天天隆起 张芳关心地问女儿 你知不是生病了 张芳有苦难言 害怕母亲请来郎中使得暴露运身 可是接下来几天妊娠期太过明显 终究被张芳发现端倪 张芳是过来人 已经晓得女儿有孕在身 她顿时怒不可遏 认为张芳有鲁门眉 这件事传出去会让家族蒙羞 张氏父母担心家中还有未出格的女子 都会受张芳未婚先孕的连累 让外人刮噪 所以趁着别人没有发现 此事就逼着张芳去自艺 试图保住家族明捷 张芳哭喊着誓死不从 她说道 我固然该死 但是必须死在安家 却不可以死在娘家 张芳虽问女儿这是为何 在她的追问下终于知道原因 这件事就像一个晴天霹雳 砸在张氏父母的心头 张芳对丈夫说 既然女儿腹中的孩子是安顺的 那么我们就趁着张芳肚子不大 送到安家去 他们有婚约在前 这也无可厚非 张芳文言觉得妻子说的有道理 第二天一大早 张芳就将女儿张芳 送到安家去成婚 彼时 安家上下愁云一片 自打去年十月 安顺去东庄看戏没有回家后 全家派人去找都没有找到人 这个时候 张老爷把女儿张芳 送到安家来完婚 使得安页已很不高兴 他说道 我儿子离家多日 至今下落不明 你让新娘子进门河水成亲 张老爷拱手说道 早前订的过门时间已经超过了 既然已经到婚期 就先把小女送到府上 等女婿回家之后继续完婚便是 这又并不是不合礼数的 安页已重礼数认为这样不妥当 旋即白首不同意此事 但是张老爷已经铁了心 要让女儿过门 他不顾安页已的阻拦 强行将张芳留在安家 独自一个人回家了 期间 张芳低垂着眼帘默默流泪 安夫人本就喜欢张芳 才挑中她当儿喜 此刻见她被张芳一气很是心疼 旋即劝说丈夫安艳仪将其留下来 既然她迟早都是安家媳妇 如今只是早一点进门罢了 于是 安夫人让丫鬟给张芳收拾出来一间客房 让其暂且居住 屋内摆设应有尽有 又过了几个月 安顺一直没有回家 安氏父母很是担忧 恐其遭遇不测 安顺有个妹妹叫安娘子 她经常往张芳的屋子跑 有一天 她没有敲门就进屋 看到张芳正在用布条裹着肚子 于是 安娘子抢下张芳手中的布条 这才发现张芳已经有孕在身 安娘子怒问道 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 这几个月 张芳为了不让孕身被发现 就用布条缠着肚子 如今被小姑子发现 已经无法掩饰了 你哥哥回来之后就能知道了 张芳叹息一声 安娘子文言拍案而起 埋怨张芳勾引安顺 她继续追问道 我家哥哥何时走的 她又是何时回呢 张芳有苦难言 未婚夫安顺既然已经病故 她作为妻子 不忍心丈夫背负不知礼数的恶名 于是独自将罪责承担下来 尽管被小姑子欺负 她也听之认之不辩解 夫君去岁十月到我家 自此分别之后再未见过 我也不知道她去哪里了 公婆年纪大了 张芳担心他们承受不住丧子之痛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就糟糕了 于是决定先暂时撒谎 隐瞒安顺病逝的消息 安娘子半信半疑 就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安燕仪 安燕仪文言大惊失色 如今安顺下落不明 无法证实张芳所说的话是真是假 倘若就这样将张芳赶出门去 如果父中孩子是安顺的孩子怎么办 倘若父中孩子不是安顺的 难道安家要替别人养大孩子不成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 尽管安燕仪常常帮人排忧解难 可是事关家事让其拿不定主意 最后她为人心善还是选择相信张芳 在安燕仪看来女子将清白视为第二次生命 从平日与张芳接触来看 她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子 从未仗着安家儿媳 就对房内的丫鬟指手画脚 反而待人和气 府内丫鬟未曾说过张芳的不好 就这样 张芳因为有孕在身 安燕仪将府中最得力的丫鬟派到张芳身边照顾她 可是 这样一来却让安娘子不高兴了 她认为张芳没有和哥哥成亲 就有了孩子 说明她不是一个守规矩的女子 那么府中孩子怎可笃定 就是哥哥安顺的呢 安娘子性格大大咧咧 是一个心里藏不住事的人 她每次见到张芳 都冷言冷语出口挤兑 甚至大庭广众之下骂她不孝顺 有一次 安燕仪请亲戚来家中做客 众人一起吃饭的时候 安娘子见张芳坐在席上 她大言不惭地说道 某些人倒是厚脸皮 还未过门就有孕在身 不思计过 还敢出来丢人现眼 真是不孝顺 众人的眼光 就像刀子一样刮在张芳身上 她顿时觉得无地自容 恨不得找一个地缝钻进去 安燕仪脸色不好 她怒瞪女儿让其住口 安娘子被父亲骂后 觉得很委屈嚎啕大哭地离去 原本欢乐的气氛变得尴尬起来 当事人的张芳也不好意思继续坐着 她借口身体不舒适回房休息 安夫人见此情况追了出去 她拉着张芳的手说道 你不要往心里去 小妹被我们夫妻宠坏了 脾气有些不好 你暂且忍气吞声 以免惹得小妹又对你刁难 张芳闻言悲从中来 她瞬间觉得很失望 本想生下孩子以后替王夫孝敬公婆照顾孩子 可是 如今被小姑子当着重亲戚面授禄 公婆却不站出来替自己伸张正义 却要受害者忍气吞声 张芳扑痴笑出声来 鼻子一酸强忍着泪水 她不怒返校朝婆婆迎迎一拜 转身离开的那一刻 心如死灰灯灯快步走回房间 只留下安夫人站在原地 她回到房间将自己反锁在屋内 眼眶中的泪水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 她悔恨当初为何把持不住 这才酿成今日的恶果 如今有家不能回 爹娘对她也避之不及 未婚夫意外病故 婆家更是日夜被小姑子辱骂 随着临盆的日子越近 她越发抑郁觉得自己是罪人 安娘子并不是真的哭 她这样做就是为了惩罚张芳 回到屋子后 她喜上眉梢 见张芳在众亲戚面前受辱 很是高兴 于是 她吩咐丫鬟去厨房端来爱吃的糖醋鱼 又拿来一壶酒 闲来无事 吃着鱼喝着酒 安夫人和丈夫送走亲戚后 她担心女儿就特意前来探望 进了屋子 就看见安娘子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 手中还拿着酒杯 原来安娘子高兴之余 探杯喝醉了 此刻正在梦乡里 安夫人摇头叹息吩咐左右 将安娘子搀扶到床榻上盖上被褥 须于众人关上门离开 三更半夜 夜风徐徐 一个皮肤白皙的男子不寝自来 她身穿如服化成一道白光 骤然出现在安娘子的床榻前 男子眼中露出些许恼怒 再度化作一道白光 悄无声息进入到安娘子的梦乡里 这个时候 安娘子梦到自己来到一间院子 得寝 一个熟悉的身影凭空出现 只见一个男子眉头微挑 满脸怒气地说道 小妹 你酿下大祸而不自知 安娘子看见男子后惊恶不已 原来说话的男子 就是失踪一年的哥哥安顺 哥哥 你去哪里了 为何说我酿下大祸 安顺脸上露出痛苦的神色 说道 我愧对爹娘的抚养 如今身处幽冥 张芳是一个善良的姑娘 她为我受尽委屈 我却终将辜负了她 你是我最疼爱的妹妹 应当替我多照顾张芳才是 哥哥 你糊涂啊 张芳未婚先孕 是她辜负了你 安娘子愤愤不平地说道 安顺忽然脸色一变 惊慌说道 小妹 你错怪张芳了 她腹中的孩子是我的 如今因你刁难 张芳心灰意冷欲在房中自溢 你宿去就她 再吃一些就来不及了 窗外突然响起雷声 江安娘子吵醒 这个梦太过真实 就像是身临其境一样 她不敢怠慢 倘若张芳真的因她之故 死在家中该如何是好 想到这里 张芳来不及穿鞋就跑出房外 此时已经是后半夜 府中已经熄灯 众人都已经睡下 安娘子来到母亲的房门外 江房门敲得咚咚响 安夫人被敲门声吵醒 她披上衣服走出门 见女儿狼狈地长在门外有些惊恶 娘 我梦见哥哥对我说 张芳腹中的孩子是她的儿子 张芳却心生死意要自意呢 这一番吓得安夫人一跳 她本想说只是一场梦而已 不能当真 但是 想到张芳离去时候的眼神中 充满绝望 安夫人有些坐不住了 于是 她叫醒睡梦中的安燕仪 将女儿所梦之事告诉她 安燕仪文言非常惊恐 她埋怨道 你们一个是张芳的婆婆 另一个是张芳的小姑子 为何事发后不曾去开解过张芳 虽然只是女儿做的梦 但是安燕仪对张芳很是愧疚 认为是自己叫女 无方才让张芳受辱 于是 打算带着妻女去找张芳赔罪 三人穿过连廊来到客房门前 此时已经后半夜 但是房内还点着灯不对劲 从窗户可以看到一个黑影 正悬挂在木梁下 安燕仪见到后脸色大变 她喝道 伺候张芳的丫鬟都去哪里了 这一声木喝 两边的屋内亮起了灯火 四个丫鬟惊慌失措地走出房门 安燕仪来不及教训丫鬟 她一个剑步冲向张芳居住的客房 房门已经从里面锁上了 情急之下 安燕仪抬脚踹支 门栓断裂 只见张芳已经自意 她歪着头双眼紧闭 身子顺着风在梁下摇转 你们还傻愣着做什么 快来帮忙救人呀 安燕仪大赤道 周围的人闻言都上来帮忙 众人七手八脚将张芳解救下来 过了一会儿 派出去请郎中的小厮回来了 郎中搭麦后松下一口气 说是解救及时 大人和小孩都平安无事 站在一旁的安娘子见张芳果真和梦中哥哥所说在自意 已经对其父中怀着哥哥的孩子深信不疑 片刻之后 张芳悠然醒来 她发现床榻周围都站着人 他们都投来关心的目光 这让久违被人关心的张芳泪流满面 安夫人紧紧握着张芳的手说道 孩子 让你受委屈了 从今天起 谁也不会欺负你了 你就是安家的长媳 张芳闻眼一愣 她不知道为何婆家突然一改往日冷漠的态度 变得热情起来 这个时候 安娘子走到床榻前 她拥拥一拜向张芳道歉 顺便将安顺托梦一事告诉了她 嫂子 以前都是我不懂事错怪了你 希望你能原谅我 安娘子真情实意地说道 张芳得知安顺托梦之事后 鼻子一酸哭了起来 她呢喃地说道 夫君并没有离我而去 她还是关心我和孩子的 自此以后 张芳和安家的误会解开 一家人相处得很和睦 三个月后 张芳临盆诞下一个儿子 正是礼服所见的孩童 孩童的百日宴后 张芳找到公婆 将安顺去遂十月病故的事情 告诉众人 白发人送黑发人 是世间最痛苦的事情 好在孩童诞生 缓解安家夫妇二人的痛苦 孩子年满周岁 安娘子又一次梦到哥哥 安顺在梦里对他说 小妹 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倘若不是你及时去找爹娘 我的妻儿就可能殒命 如今她能平安长大 都是你的功劳 安娘子愧疚说道 哥 以前都是我不懂事 错怪嫂子不孝顺 从今往后我一定会好好带他们母子 安家密室说完 已经是后半夜 礼服一个人回到房内 久久难以入眠 因为这个故事 让她心中五味杂陈 这个安娘子偏听偏信乱说话 使得张芳心灰意冷 差一点让母子隐命 礼服回想起过去自己的所作所为 顿时吓得汗流加倍 因此 终于认识到乱说话的后果 乱说话也许会取悦别人 但同时也会伤害到别人 倘若惩一时口快 使得别人为此受伤 注成大错 到时候后悔已经完了 从此以后 礼服变得沉稳起来 她改掉了以前爱说大话的毛病 做不到的事情绝不答应 从前那些找她干活的雇主 又重新找上门 后来 礼服听说张芳孝敬公婆 并且教子有方 孩子长大后才华横溢 二十多岁就考上举人 让旁人很是羡慕安家 有这样的儿媳妇 后继 安顺及时提醒小妹安娘子 去救张芳母女 她虽然没能陪伴在妻儿左右 却在母子遇到危险时出现 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只是结局让人惋惜 张芳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子 为了保全丈夫名声甘愿被骂 历经周折顺利生下孩子 让安家在失去安顺后 游子寺传承 这都是张芳的福气 使得上天对安家眷顾 安页一立牌 众议选择相信张芳 足可见她也是一个善良的人 正可谓善恶中有报 她去探病救下张芳母女 保全安家有后 孟子离楼上不孝有三 吾后为大 顺不告而取 为吾后也 君子以为有告也 古文中的三并不是指具体的数字 而是指诸多的意思 文中吾后并非是指没有子嗣 而是应该理解为责任和义务 通篇阅读孟子都没有找到 具体是和三件不孝顺的事情 倒是在东汉经学家赵琪所著的 《孟子章》剧中 最早提出具体的三件不孝顺的行径 三者之中 吾后为大 小编却不这样认为 孝顺的行径怎么可以用生男或生女来表示 倘若父母在世都不思赡养 却将身后是半的体面隆重 岂不是本末倒置了 在小编看来 孟子终已经给出答案 正所谓为孝顺父母 可以解忧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